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首度举办 给我5分钟媒体素养短影片竞赛 吸引超过百位师生共同参与创作 网路投票也有近1500位民众参与 其中高中子组首奖以及人气奖得奖团队 来自台中市民到高中 作品加一以傀儡及面具为隐喻 呈现数位环境中的负面社群文化 反思网路匿名性造成的问题 现在网路上很常会有人 就是不管内容也不看内容 就是直接去留言加一 就是跟随他的那个留言的风向 那我们想要表达这个方式是一个错误的 就是很常大家会没有思考就跟着去 可能是谩骂或是之类的 那我们也想要透过面具还有面具掉下来之后 内侧是黑暗的来表示就是我们都看不到那些匿名的网友是谁 那他们的内心也都是黑暗的 我觉得我们这部剧里面就是特别 就是我蛮喜欢的桥段是傀儡的部分 就是我们想要用傀儡的方式来解释 就是现在网路上很多带风向的行为 然后其实日常生活中 其实也真的发生过很多类似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大家很值得去心思的 大专校院主方面首奖以及人气奖得奖团队 来自昆山科技大学视讯传播设计系 作品键盘之后 藉由主角与父亲的关系 带领观众反思网路上一言一行 对于现实生活的影响 主要想要呈的是就是一个女生 然后她在网路上就是平常生活就很压抑 但她就是在网路上发现她自己的压力 然后最后就是因为她爸爸遇到 就是被女生误会网红 就是类似网军的感觉 就是开始霸雅爸爸 然后她就在网路上觉得说 对啊 这种人不是变难啊 看表面的状态 但是实际上她后来发现 那个人是她爸爸之后 她自己反而后悔 对 因为有些人就是在网路上 只会看到表面 没有办法去看到她很深层 然后当她在你身边的时候 可能就会 你会后悔 或者是在想说 为什么我当初有这种事情 评审团主席刘慧文表示 评分标准从创意 主题及技巧 三个方向来评分 作品中可以看见年轻学子 用各种形式表现创意 传达对媒体素养的概念 这次我们的主题是媒体素养 可是确实有蛮多组同学 就锁定在假资讯 假讯息的这个防制上面 那他们在表达上面呢 有的同学是从主题上挑选说 谁最容易受害 有些是从怎么样去跟讯息沟通 然后了解讯息的来源跟辨别真伪 那有些同学呢 会把这个现象描述得非常的仔细 那所谓的创意呢 经常出现在表达的形式上面 比方说他们有时候会邀请长辈来入境 有些呢会用一些比较动画啦 或者是这个对话框的方式 来呈现他们想要表达的主题 那有一组同学他们是用这个塑胶玩具 来表达他的主题这样 所以就形式上来说是很多样 那即使是同一个主题的表达 他们也有很细致的发挥 那就这几件事来讲我觉得是非常有创意的 那首先我想可能要请同学就是说 如果愿意参赛的同学 可以先看看今年的作品 还有其他比赛 类似比赛的作品 因为我们非常重视创意 所以越了解别人 就越容易有发挥的空间 这是第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呢 我们也非常欢迎同学小题大做 就是说在日常生活里面 如果观察到什么样的小的主题 或小的资讯 是适合让他用演像的方式呈现的 那我们都非常鼓励同学 把小事情把它做大 因为这代表了 我们在生活的每一个环节 其实都需要处理资讯 那第三个就是说 同学有些可能会认为说 我手上的机器不是那么好 是不是会影响 其实我们比较看重的是 整个呈现上的流畅度 所以同学即使用手机拍 我们都觉得 只要你能够把你的idea 做比较好的脚本 然后做比较流畅的发挥 这个倒是不用特别 就是特别觉得沮丧的地方 在数位汇流时代 学生们都是数位原住民 美观董事长罗世宏表示 希望透过短影音的制作 让学生了解媒体素养的概念与议题 并换起全民对媒体素养 我们认为说在数位汇流 而且假讯息泛滥的今天 全民都应该要有 足够的媒体素养 来因应数位时代的挑战 而当今的阅听人 已经不再是被动接受资讯的阅听人 而应该是一个主动 具有产志能力 能够跟别人协作 而且关注社会参与社会 能够共创社会共好的 一个积极公民 因此这一次给我五分钟 短影音 短影片 媒体素养的影片竞赛 以及展览 就是希望能够提高大家 对相关议题的重视程度 而且能够参与到 这个媒体素养的教育 作为一个学习者 而且也帮助别人学习的 一个积极公民 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举办 但是很意外的就是 参与非常的热烈 我们希望今年只是一个开端 未来能够在今年举办的 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可以在明年扩大举办 给我五分钟系列展览与活动 10月21 22两天 在松山文创园区登场 现场展出竞赛作品 以及媒体素养教案教材 与优质儿少节目内容 欢迎民众共享盛举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到晚了 我们下期见